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我是Fegerit 今次帶點新意思 不去歐洲 帶你來到日本京都 到了京都的街頭 大家別看我穿著和服的樣子那麼自在 其實只是演技 今天只有7度下雨 而這間和服只有3層布料 所以現在是整身震動 不過是要放好自在地跟你們說話 如果你問我有什麼感受 就是很空虛 因為我這裡整間店 裡面是真空的 所以走路的時候覺得很奇怪 這裡就是京都最標準的2、3年版 其實就是一條寨的斜坡 在這些橫街窄巷走 最浪漫的一件事除了看到旁邊的木竹 是聞到木和竹的香味 因為剛剛下了雨 還有那些木在雨水之下 分到蒸發出一陣味 很有京都的風格 好 換一些走路的衣服 正經一點去看景點 在這個華美城商約 漢漢天皇葉遠飛的季節 我們來到金國寺 入口那道門票是一道符 如果你想辟邪就可以貼在額頭那裡 這一次過滿足你兩個願望 Let's go 這座這麼漂亮的金國寺 原先是禎儀大將軍的住所 後來他削髮出膠就在這裡修行 到這位將軍死了之後 靠人就根據他的遺願 把這些奧改裝成為一座寺廟 就是今天的金國寺 他之所以成為一個這麼出名的旅遊景點 是因為他三層裡面 分別朗括了三個不同的結構 最底層那個是藤原時代的尋居 前面有一個吊台 就可以讓主人享受湖邊的景色 然後到中間那層 就是平安時代的武士居 因為這個業主本身是一個將軍 也都符合他自己的身份地位 然後第三層就是唐朝的蛇尼式佛塔 屬於禪宗的幫派 在中國的很多佛寺都會看到 就是一個山形的屋頂 他這個就由了金色 因為將軍本身也挺有錢的 也是金國寺之所以叫金國寺的原因 日式寺廟的圓林都是向大自然取材 嫌他太自然不如去南山看看真正的紅葉 這裡你還找到小火車 螢幕草 急流 和餐船長得好像打桌球的船夫 經歷過環球應成的訓練之後 其實大家都不會怕這個激流 不過船上的日本人很投入 每次轉位他們都會舉高雙手 在大喊好像玩過山車一樣 還有這裡讓我看到京都最過癮的紅葉 它一棵有濕紅黃綠 關上整棵交通燈 說實話這艘船是坐兩小時的 所以挺餓的 那你就可以吃東西了 謝謝 來到丁丁大明的東福寺 身後這一條就是 它看紅葉最漂亮的通天橋 因為這個東福寺 它中間有一個河谷 那跟其他寺廟很不同 你看到一個有立體感的紅葉 那為了隆重歧視 我也疏了一個紅葉頭 配襯這裡的顏色 入到來就好像去了一個用紅葉做的迷宮一樣 有很多個分岔路的 那你就選最少人的那個走 因為這裡太多楓葉了 你亂拍都漂亮的 其實紅葉本身就不是紅色的 有讀拜阿都知道 在葉綠素脫掉之後 就顯現它underlying的胡萊伯素 和花青素 所以分別就有黃色和紅色的蒜色 嚴格來說 你看到紅葉的時候 其實就是它的葉失去養份 就來沽死的一刻了 不過下一年春天它又會再有新葉樹葉 應該就是符合佛家禪園的意念 生命循環不適 但要活在當下 記住最美的時刻 那這個應該就是東福寺 所教大家的故事了 到第二天就去了市郊的內涼公園和鹿仔玩 咦?還是給鹿仔玩呢? 我交換了 好啊 過去等一下 你不要看 看看看 那件衣服啊 現在回到這裡 入夜了 但節目還未完 永觀堂有夜風時段 讓大家在他人下山之後 都可以欣賞紅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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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子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